你覺得這樣一波一波的策略 你覺得會像是 是不是可能是這些 發明團體要對 發明團體對你有做出的一些同事 台灣政治環境 我記得李登輝在演講的時候 還有一個學生舉手問他 總統什麼是政治 那李登輝總統他就講說 吞一口髒水吞一口清水 你一口氣把髒水喝完 你人可能會承受不住 那你不喝社會不會變好 今天我們就是在承受髒水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波一波的澄清 那一方面也讓大家了解 那另外一方面呢 希望可以聚焦回立委職權的討論 我想在立委的工作比較上 我不應該是一個被罷免的 這個民意代表 你會不會覺得說因為這一次的罷免 好像有點後悔一點 這麼年少驚慌 不會啦 這些都是我成長的養分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我們從小到大 跟不同的人認識 跟不同的同事共識 這些都會 讓我在民意代表的工作上 能夠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人群 我想民意代表的選舉 就是它能夠代表最多數的人 不是這個只代表少數的精英嘛 所以我是從草根長出來的一隻雜草 但是雜草通常也是活最久的 是可以通常會有的